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浪漫哥 如果今天这个视频对你还是有帮助的话 不要忘了给我点个赞哦 我前段时间不是入手了蜗牛星际吗 既然我手里有设备了 不发挥他的那个潜质的话特别难受 还是那句话 我学会了就分享给大家 高手呢就不要笑话了 那我们开始吧 我们首先先下载一个群晖助手 也就这个安装过程我就不再讲解了 那我现在就双击他进去 这个时候呢 群晖助手在搜索这网络 那现在已经搜索出来是这个是AP 那我现在等他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当时出来的时候没有的话 你大家就点个搜索 一直点到他搜索到为止就可以了 那我现在就点这个进去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进入这个界面了 那我们现在就输入用户名跟密码 我们现在点登录 那现在就进入了群晖这个界面 进入以后呢他首先这边无法访问系统分区 那现在第一个动作是找到他把它恢复正常 先点击左上角这个主菜单点进去以后呢 这边有个储存空间管理员点进去 这个时候呢他出现一个这么一个情况 叫系统无法访问分区请联机修复他 我们点个修复 再点个修复 他就正常了 那我们现在这个已经修复完毕以后呢 我们 发现这个只是我们原始的这个硬盘 那我挂套的硬盘还没有 在里面 你看大家看见这才9.4G 那怎么办呢 我还有个100多G的硬盘 那我们就到 储存空间 点 新增 然后点下一步 下一步 这个时候他就看到了我149G的这个硬盘 我把它勾起来 然后点下一步 新添加硬盘上的数据被车是否定义 继续 确定 下一步 下一步 应用 现在我就耐心等待了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在检查这个硬盘的这些事情 我们等他全部检查完毕 看一下这个 点击这个 那么这边有可以看到我们还有一个硬盘 149G的 就是刚才我放的一个硬盘 这硬盘一定有了 那就很方便的去处理其他的事情了 还有一种情况 大家放了这里面以后呢 是没有显示到硬盘的 怎么办呢 其实方法 简单 你把那个插槽 拔掉 换个插槽 试一下 可能就显示出来了 这是最 原始的一种方法 那我们现在在教大家如何影射硬盘到你的局域网里面 这样一来就能使用局域网的硬盘了 我们点控制面板进去 然后呢 共享文件夹 点进去 这个时候它出现是这么一个 这个其实是原始的 我们不要这个 我们点一下新增 然后 然后这边写个名字 随便写 比如说 第1 浪漫生活 -1 浪漫生活1 的硬盘 然后我们这边再选择一下 储存工件138 138 gb的这个 其他都不用写 然后先选下一步 加密共享 文件夹 我们可以直接打上你的密码 你可以设置一下 然后点下一步 这个时候可以看你自己了 我是选择下一步 然后再选择应用 然后按确定 然后他就是处理当中 请稍后 再说他会让你选择 反而这个是可读写吗 我选择可读写 然后选择 确定 权限 这个时候他这个硬盘已经出来共享了 然后把它关掉 我们到这个群晖助手 这边有点击他以后呢 我们这边有一个网络硬盘点击进去 这时候你要输入账号跟密码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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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关掉这个助手 我们可以点击我的计算机 这个时候我们的硬盘已经出现了 我们就可以 拷贝复制啊 这个影射硬盘的方法就完成了 那我们现在最关键的还是先把那个密码改了 因为原始密码的话太不安全了 如果用外网的话就密码就太简单了 也就能看到你所有资料了 为了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 那么首先第一步是改一下密码 改密码的话 先点控制面板 这边有一个用户账户 ADMA 我们把编辑 然后就进入这里面 这里面的话就把这个密码改一下 这个改一下 确认一下密码 我已经改过了 这两个密码要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改的复杂点 你自己记得住就可以了 这边以后你按确定 那这个密码就改掉了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也是我们小白 也是我们小白必须要执行的这一步 那排清晖的话 我们为了享受他们的服务 那么点击这个 进去以后呢 我们要注册一个账号 这边有个注册账号 你们点进去以后 因为我已经注册完了 我就不要再重复了 进去以后呢 他有个注册 你根据他的提示 把注册完了以后就可以了 然后呢第2步的话 在这个AD 这个ID这个地方你要输入你的 记得住的一个ID的英文字母 这个就是外网要进来这个连接的点 然后大家按照这个提示来做就对了 我们设置完了以后呢 可以复制这个连接到我们的手机 就能登录到我们的NAS 我先点一下尝试一下吧 进去看一下 它就显示连接当中 就已经登录到我的NAS了 那我就可以远程控制我的里面的所有的工作 那这些做完了以后 我们就必须要装一个 非常有用的一些软件 我们的 手机上面的照片 平常在外面的照片 视频上传到我们这个自己家里的这个云 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到套件中心 下载 闭装软件 到这个地方先输入 DR VE 这么一个 因为它这个要装的 回车 那我先把它装了 它就下载安装了 然后我们点这边就一定有出现这个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要下载第2个软件 这个软件的话 还是控制台控制我们的 一些视频跟 照片上传到我们云服务器 云服务器的本身 NAS就是我们目前为止家里这些硬盘 回车 安装套件 点击 然后下载完以后 它就显示安装当中 我们耐心等待它安装 安装完了以后 它就显示这个界面 我们到已安装这边看它 这个 在打开这个之前呢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 如果说你要安装的磁盘的位置 磁盘的位置是可以选择的 大家点上右上角这边设置点开 这边有个硬盘空间储存空间 你可以自己选择 我选择的它原始空间里面的 你可以选择这个第二盘 所以说你的软件的一些安装的位置 你可以自己选择的 这是非常方便的 那我们现在到这边来 打开 打开以后它显示这么一个界面 它说控制面板用户高级 要开启这个服务 不然你是打不开的 那我们先把它关闭 关闭 控制面板 用户 高级 点它下 点高级 再往下面拉 这个自动加 布录服务 啊 锁在位置 这个都可以了 锁在位置都可以选择的 应用 好 板件中心 已安装 打开它 这个时候它就进入这个界面 那我们点下一步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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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按确定 那我们这一块的设置 就已经完成了 这个时候大家会有疑问 那我手机应该下载什么呢 那我手机的话 是在手机可以下载一个叫群晖管家的 群晖管家的话 那里面就有这么一个 软件的下载位置 你下载完了装上去 登录上去 就可以了 我演示一下我手机上面直接上传一张照片上去吧 那我现在上传一个照片 大家看一下我现在在手机上面点一个上传 然后呢这个时候它显示新建一个目录 新建一个相册 我就点个确定 随便点一个 好 我已经上传了 这个时候 把它刷新一下 看到没有 这个就 就有这个照片 就已经上传我的服务器了 这个功能我们就已经完成了 也就是说我们手机在外面的话 都可以把一些资料 视频啊都可以上传 到这个上面来进行保存 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了 喜欢我的朋友请 订阅我的频道 给个赞 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